原文标题,Using viruses to fight viruses, new approach eliminates dominant HIV infected cells 加拿大沃泰华的研究人员已研究抗癌病毒而为人所知 在最近的一项新研究中,沃泰华医院和沃泰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马拉巴病毒,马拉巴 virus, NGE可以把向公积开入转入病毒疗法无法消除的 HIV 感染细胞 这个实验室的发现发表在 Journal of Infectious Decision 期刊上 如果这项技术在人类身上有效,可能有助于治愈 HIV 虽然每天服用药物可以把血液中 HIV 病毒保持在低水平 但是目前没有办法完全消除体内潜伏的 HIV 感染细胞 如果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停止不用抗密转入病毒药物 这些隐藏的病毒就会迅速反弹 这些潜伏的艾滋病毒感染细胞很难被攻击 因为它们与正常细胞没有区别 沃泰华医院的资深科学家、传染病医生 沃泰华大学教授 Jonathan Angel 博士和他的团队尝试 通过使用 MTE 病毒来识别这些潜伏感染的细胞 这种病毒会攻击那些在干扰素通路上有缺陷的癌细胞 这使得癌细胞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 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细胞在这一途径中也存在缺陷 Jonathan Angel 博士说 我们认为由于潜伏的艾滋病毒感染细胞是有与癌细胞相似的特点 因此病毒会进入并摧毁它们 结果证明我们是对的 研究人员使用了大量感染艾滋病毒细胞的实验室模型 发现 MTE 病毒法相消除了感染细胞 而健康细胞完好无损 在 HIV 感染者身上 大多数感染细胞都存在于淋巴结和其他器官中 事业中也存在少量感染细胞 当研究人员将 MTE 加入 HIV 阳性患者身上抽取的血细胞样本时 样本中 HIV DNA 的水平下降了 这表明 HIV 感染细胞被消除了 我们知道 MTE 病毒能摆向杀死潜伏的 HIV 潜伏感染的细胞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认为这种病毒能够定位感染细胞是因为干扰速通路受损 但我们需要做